另外一个国内的战友 我们证明昨天看出的一个个战友刚刚出来的 还有原来出来的 凡是跑出来的什么结果 我想指天发问 有跟爆料革命大家赔一分钱的吗 有跟爆料革命形容上是丢掉一分钱的吗 有人白白工作的吗 从来没有 只有多少不会没有 全人类找遍历史没有第二家 昨天看到多少战友 从来都不知道的战友 就是看了2017年七个的爆料 毅然的决定出来 现在看到上海的家人和国内的家人 受到如此之虐待 像触奴一般 他们勇敢的站了出来 我们的爆料过去五年 一个又一个的经历了事实的考验 那都是世界大事 而且裁判是基于事实 而不是基于政府 而不是基于共产党 而不是基于大外宣 昨天大家看到那个开心的场面 不到现场你是不知道的 那种人的喜悦 那种幸福 我看着美容 中国人什么时候这样 七哥啥没见过 中国人什么时候这样 你们心自问你们在中国 谁有这样的快乐日子 你们现在跟在十四亿全世界的你 在分享你的喜悦 你在影响别人 而且是健康的 为什么我们不能有这样的生活呢 为什么每个人不能让活着呢 为什么呢我就想问呢 这非要共产党说了算吗 非要别人做决定吗 我说你没来说 我说你对我的心思练 很棒 有什么都可以 我说你的心思练 你不过